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阴影处的角色他是谁 答案现在本期的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呦 今天豪哥给大家做了一个宝可梦神奇宝贝的大盘点 那就是有哪些宝可梦体型最小 身高只有0.1米 但是他的体重却有高达999.99999千克 现在跟着豪哥一块来看一看吧 第一位宝可梦就是电电虫 他的身高只有0.1米 不仅如此 他的体重也只有6.6千克 这么说吧 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 但是大家看下这张图 电电虫直接抱住了皮卡丘的身上 然后就有了非常明显的对比 整个体型只占了皮卡丘身体的四分之一 再直白一点来说 他就只有10厘米高 在豪哥手里的花其实也就一个手掌大小 一只手就能脱起来 他平时会抱在别的宝可梦身上 吸取电气弱小而又无助 第二个就是花贝贝 花贝贝从出生以后就会找一朵合适自己的花 并且永不撒手 这朵花仿佛就是自己身体的一般一部分 如果花丢了 那么花贝贝的生命也就差不多到了尽头 大家知道了 它是最小的宝可梦 那么还有一件大事 大家一定就不知道了 它跟鬼司和鬼子聪这两个密度 接近于空气的宝可梦一样 都是最轻的宝可梦 也只有0.1千克 都不用人举起来 只要风那么轻轻一吹 就直接能飘现了远方 后一个宝可梦就是斯科莫姆 斯科莫姆是小星云的进化型 它虽然只有0.1米 但是它是所有宝可梦中 最重的足足有999.9千克 999 没有错 比古拉盾还要重多了 很完美的说 是浓缩了精华这么一句话 别看它很重 但人家能飘起来 古拉盾你能吗 但是最厉害的人 还要数咱们的主角至爷 能直接把这个科斯莫姆抱起来 单手举起一吨重的宝可梦 你可比怪力的力气还要大哟 好了 现在豪哥公布本期的猜图答案了 邪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 好了 喜欢看豪哥讲解动漫视频吗 一定要搜索关注豪哥的 优酷号动漫三分钟 咱们下期再见哦